DSE 2020 ICT Paper 1A MC 第二题 这个题当年只有53%学生答对 给了个8bit Tools Complement的Code 给了考生10100001 现在要把它转做Decimal Value 究竟是多少呢? 根据Tools Complement 如果它是0字行头代表是正数 1字行头代表是负数 所以1字行头代表负数 负多少呢? Tools Complement有一个捷径 1位、2位、4位、8位、16位、32位、64位 这个就是128 不过是负128 直接写负128就可以了 后面有1的地方 我们加回它的位值 这个是1 这个是32 所以Decimal Value 就是负128加32加1 所以答案就是负95 即是Decimal Value 在这个题目的答案很有趣 A、B两个答案分别是33和负33 我们看看为什么会铺牌呢? 比如B负33 是怎样想的呢? 其实这儿 其实这儿铺牌了一个错的答案 就是给后生去选择 负33很明显 如果你当这个1是负数 是negative 负32加1 刚刚可以砌到负33 所以我们要对Tools Complement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一行台暗示是负数 或者直接表达负数 但是它的位值其实是负128 你要把它减回负128 再加32 再加1 那就对了 就不是负32再负1 负33 所以B是不对 正确答案是Decimal Value